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嫌少与女子装扮出现的善柔 手里拿着她曾送给她的长方形水晶 脸上带着明媚的笑意问她 你已经娶了两个老婆了 介不介意再娶一个 善柔将额头抵在向少龙的肩头 她强势惯了 早已忘了女孩子如何撒娇 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的撒娇方式 虽然看起来动作生硬 却掩饰不了内心的兴奋 这是她第一次离向少龙这么近 近到她脸红心跳 只能把脸埋起来 不被人看穿她的害羞 向少龙愣了几秒 继而想到了善柔的杀手身份 便带着无福消瘦的口吻说 你说真的? 善柔从向少龙的话里听到了拒绝 虽然在她意料之中 心里还是有些难过 她要强惯了 不想得到别人施舍的同情 便强颜欢笑道 你当我是傻瓜 三女共事一夫 你肯我还不愿意 何况只有那两个笨女人 当你向少龙是一条龙 我没有这么笨 向少龙松了一口气 幸亏你是开玩笑的 我差点被你吓死 善柔知道 再留在这里显得很多雨 便大大方方地说道 向少龙 如果你对我两个姐妹不好的话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我要走了 庭芳你保重 向少龙你也是 善柔转身离开 留给三人一个潇洒的背影 看着善柔依依不舍却故作坚强的表情 我心里隐隐作痛 生逢乱世 她何尝不想拥有一份甜蜜的爱情 只是命运夺结 虽然她比秦卿和吴婷芳更早认识向少龙 却从相遇的那一刻就注定这份暗恋以悲剧结束 一 出香时 一道水晶彩虹打动了善柔的心 善柔初见向少龙时正面临生死危机 善柔正在完成师父交代的刺杀任务 奈何对方武功高强 害得善柔连连落败 就在紧要关头 向少龙从天而降 砸晕了对方 虽然向少龙是无心之举 善柔还是感激她救了她一命 向少龙第一次穿越到秦朝 身体不适晕了过去 善柔将她背到山洞 问她为何要救她 向少龙说 自己来自二十一世纪 之所以来秦朝是为了完成任务 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她心爱的女人 善柔对向少龙的话半信半疑 天一亮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向少龙要去秦朝 拍下嬴政登机的照片 谁知他身处赵国 他向路人打听去咸阳的路如何走时 被赵国的路人误会成秦国人 遭到当地百姓的一顿毒打 有几个百姓还趁向少龙挨打时 跑去报官 让向少龙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在向少龙被官兵抓住 差点斩首的紧要关头 善柔及时出现救了她 经过几番交谈 善柔发现 向少龙言行举止确实十分古怪 虽然她说自己来自两千年以后的理由很荒唐 可她行走江湖多年 知道她并不是坏人 向少龙想和善柔一起去秦国 但善柔只为钱财卖命 她知道向少龙身上没钱 故意为难她道 如果你把天上的彩虹摘给我 我就带你去 善柔没想到她只是随口一句话 向少龙真的做到了 她用一块水晶折射的彩虹 投印在善柔的手掌上 善柔虽然一身男子梳妆 此刻却想收到惊喜的女孩子 激动地问她是怎么做到的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男人 愿意主动为她随口说的一句话上心 她的眼睛和脸上都藏着女孩子 独有的兴奋之色 也许这是她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收到礼物 还是她从未想过的礼物 这道水晶彩虹打开了善柔心中 隐藏的爱情窗口 她开始相信 向少龙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古代人 既然她对自己没有威胁 善柔也放下戒备 和向少龙同行去情朝 善柔有任务要完成 两人在客栈吃饭时 遇到了墨子剑法的大师袁宗 善柔知道生逢乱世 向少龙出来这个年代 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 又没有高强的武功傍身 未来生死难料 作为向少龙救她的报答 善柔决定 利用计谋让向少龙认袁宗为师傅 向她学习武功 袁宗武功极高 她的墨子剑法早已练得炉获纯青 身上还有统领墨子君的举子令 向少龙学会了武功 如果足够幸运 能获得袁宗的青睐 拿到举子令 对她和她都有好处 向少龙心地善良 悟性极高 袁宗看中了她的天赋 也知道 她学武功不仅为了自保 更为了路见不平 可以拔刀相助 所以袁宗教学史十分尽兴 向少龙虽然是现代人 却和袁宗有相同的做人原则 所以即便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两人依旧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这天两人正在练武时 突然出现一群来者不善的陌生人 袁宗看到坏人颜平 便猜到 颜平的目标是他手中的举子令 这次他有备而来 必然会有一场恶战 颜平和袁宗武功相当 两人都受了伤 善柔攻击不备杀了颜平 不过袁宗也因为寡不敌众受伤离世 临死前 袁宗把举子令交给了向少龙 袁宗去世 善柔没有任何悲伤之色 反而割下颜平的人头准备拿去领赏 向少龙忽然明白 这一切都是善柔的阴谋 颜平武功极高 他不是颜平的对手 所以想利用袁宗铲除颜平 拿到五十两赏金 向少龙不明白 袁宗是位好人 善柔就算爱钱如命也不应该害无辜之人亡死 他气得质问善柔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还有没有良知和底线 没想到善柔理直气壮地说 没错 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在江湖上生存就是弱肉强食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如果你想替你师父报仇的话 就杀了我 善柔做事讲究问心无愧 他害死了袁宗 向少龙作为他的徒弟 为师父报仇理所应当 不过向少龙念在善柔 曾救过他性命的份上 实在不忍心下手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善柔分道扬镳 二 外表冷酷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 向少龙心里恨透了善柔 他认为善柔是为了钱财 不分善物之人 在他眼里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面对向少龙的误解 善柔没有解释 起初我也以为善柔是没有善物之分的刺客 后来才知道他早已身不由己 善柔是一名孤儿 从既士气就被杀手组织的首领曹丘道收养为徒弟 为他做劫财杀人的事 曹丘道为人狠毒 他从来不养没有能力的手下 所以善柔从既士起就知道 想要从众多孤儿中活命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成为杀手的路上脱颖而出 善柔从小只见过不是你死就是我王的残酷生活 所以在杀人时从不手软 因为他知道 他的使命就是杀人领赏 如果任务失败他只有死路一条 就算他知道对方是好人 侥幸放他一命 曹丘道也不会饶了他 善柔没有选择 他必须让自己变得心如磐石 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他平时总是扎着高马尾 身穿便服 不失粉带 就是不想用真面目视人 刺客是他的面具 所以他行走江湖时 总会被误认成男子 他做事果断 遇到事情临危不惧 从不叫苦连天 善柔去严平的府上打探消息时 后背被剑刺伤 换作寻常女子 早就因疼痛而落泪 他却面无表情 独自处理伤口 善柔太独立 所以向少龙并没有发现 他是女儿神 咱们 谢谢大家